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都是名人 对不对 李登威跟陈水平都是名人 准不准他们的姓名 你看他们这样子的结论准不准呢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对不对 所以不一定好的名字就有好的人生 名字叫做美满的 他的人生不一定很美满对不对 保证他生活很美满 名字叫做金山的 可能呢他生活是非常的 那个穷困潦倒 有好的名字 不一定有好的人生 巴迪买他就是一个例子 那巴迪买的父亲 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告诉我们巴迪买的父亲呢 叫做迪买 迪买这个名字呢 就是有价值的意思 我们不管不谈这个人 他是不是像他的名字一样 印着有价值 就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我们不讨论这个 但是很遗憾的 他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儿子 对他来讲 一定是他这人生当中 一个心里的一个遗憾点 对不对 巴迪买这个名字 他有两个意思 其中有一个意思 叫做价值之子 价值之子 这个价值之子 他却沦落到讨犯的地步 在人看来他一点都没有价值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对不对 当别人叫他价值之子的时候 他看看自己 我每天只能够过着讨饭的生活 但是巴迪买的命运改变了 他不是因为改变名字而改变命运 他乃是有一天 耶稣从他的附近经过 他遇见了耶稣 他的命运改变了 所以我想要 我会 我想要再把这个巴迪买的故事 再用我的话把它讲一遍 来增加大家的印象 巴迪买呢 是一个瞎子 在早期的社会里面 没有按摩页 没有一般的一般 对盲人可以做的好的工作 盲包呢只能够靠着去乞讨过生活 巴迪买也不例外 他是一个讨饭的 所以呢 在当时的社会 讨饭的大概都很贫穷 遇到刮大风的时候 下大雨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出去讨饭啊 那可能他的生活是有一餐 没有一餐的 他的生活可能也很不稳定 巴迪买呢 可能他平常就坐在 耶利哥城的路旁边 在那边跟人家乞讨 那么耶利哥这个城市呢 他是一个交通非常发达的 而且他是一个交通要道 南北来往的车都要经过他 那里他是一个交通要道 所以那里的资讯很发达 消息散布的很快 那因此呢 他听过耶稣的事迹 他听过别人告诉他 诶 昨天耶稣在加利利 又医治了驼背的 耶稣又医治了长大麻风的 耶稣又医治了瘸腿的 耶稣为人家赶鬼耶 哦 而且耶稣 甚至叫死人活过来耶 当他听到 每当他听到别人告诉他 转述他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心里一定就在想 如果我能够遇到耶稣多好 耶稣那么有能力 那么有同情怜悯心 他一定可以医治我 哎呀我实在啊 这不想一辈子过着 那个见不到天日的生活 我的生活都是黑暗的 我不太想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 我不太想一辈子过着 让别人可怜的生活 跟人家要饭的生活 我不太想过这种日子 如果有一天耶稣来了 我一定会把握机会 要来叫他医治我 求他来医治我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医治我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医治我 这样子我的人生就会改变了 我就可以去工作啦 我就不用在这里去乞讨啦 然后看人家的 好像让人家 听人家 对我的一些 一些不好的话语啊 有一天 机会来了 好运来了 他听到了 诶奇怪 怎么有那么多的脚步声 怎么有那么多的脚步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就问他周围的人 他旁边的人就告诉他 你不知道啊 耶稣要从这里经过诶 哇 他一听到 耶稣要从这里经过 耶稣来了 是真的吗 耶稣来了 哇 我有希望了 我只要能够到耶稣那里去 我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 哇 他想到这里 他就大声喊叫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 就是弥撒亚的尊称 救世主 救世主啊 可怜我吧 救世主啊 可怜我吧 他就很大声的喊 旁边的人 听到他的喊叫 觉得好烦喔 耶稣正在讲话 耶稣正在教导耶 你这样子喊 让我们都听不清楚了耶 你这样子喊 会让耶稣打岔耶 讲不下去了耶 不要吵好不好 不要叫好不好 旁边的人就责备他 就制止他 可是啊 他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我怎么能够不喊呢 他喊得更大声 用很刺耳的尖叫声 喊得更大声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终于 耶稣听到了 耶稣就站住 说 叫他过来 哇 他一听到耶稣叫他过来 好高兴喔 外衣一丢 跳起来 走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问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好 你的信 救了你 你走 你去吧 巴迪买 在路上 立刻 眼睛看见 立刻 跟随耶稣 今天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希望 我们从这里 能够有一些学习 希望 我们从这里 能够明白一些神做事的法则 首先 第一个 我们要来看 巴迪买 一定是一个 遇到很多挫折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遭遇过挫折 对不对 你我都遭遇过很多的挫折 巴迪买当然也不例外 他是一个瞎眼的人 挫折一定比我们更多 即使 当他向耶稣求救的时候 他有需要 向耶稣求救的时候 他是不得已的喊叫啊 可是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管道去跟耶稣接近啊 因为他眼睛瞎了 他行动不方便了 他不可能听到耶稣在加利利行神机 他就跑去啊 所以 他的挫折很大 但是 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可能 他遇到的拦阻会比我们更多 对不对 当他要求救的时候 别人不帮他就算啊 对不对 别人不主动告诉他 耶稣来了 你要不要得医治 不主动告诉他 不主动告诉他 这个机会就算了 当他求救的时候 别人还要责备他 还要制止他 欸 不要出生啦 吵死了 不要出生啦 你一出生了 我就听不到耶稣讲话了 别人还到处 还拦阻他 我们 每一个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 在你的生活中 你是不是也会遭到这样子 当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别人不帮你就算了 可能给你的回应 是负面的 甚至会伤害你 对不对 我们周围的人 纵使你身上没有发生 你看看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甚至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别人不见得帮助你 甚至讲一些话 刺伤你 不过 这一次巴迪买真的是 如愿以偿了 对不对 他遇见了耶稣 他用了一个 有效的求救方法 姑且把这个有效的求救方法 叫做有效的祷告法 他用了这个有效的祷告法 他的命运改变了 所以这个有效的祷告法 也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愿意到耶稣的面前来祷告的人 我们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的命运来得着改变 我们来得到神丰盛的恩典 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有效的祷告法呢 他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很清楚的认识 你所祷告的对象 你所求救的对象 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你祷告的对象 他不是一般的上帝 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会责备人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非常不耐烦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讲话不算数的上帝 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我们来看第47节 巴迪买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就大声的喊叫 他求救 求救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 这是一个对神的应许 认同的一个求救的方式 当时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不守 不遵守和神的立约 以色列人 他们跟神在西乃山立了约 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 他们要遵守神的实戒 然后呢 神要成为他们的神 要来保护他们 要来帮助他们 但是以色列人呢 失败了 他们不守约 历世历代以来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守约 很多的以色列人不守约 所以呢 他们跑去拜偶像 他们的社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上帝呢 屡次透过先知 来劝勉他们 要他们回转 但是他们都不听 不听 所以有一天 上帝就允许他们 落到外邦人的统治 外族人的统治 让他们成为王国奴 那么 当时的以色列 他们当时 就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在信仰上呢 因为先知劝他们屡劝不天 所以有四百多年左右 上帝不再猜浅先知 向他们说话 整个社会的灵性状况 是在很昏暗的里面 因此 他们落到很可怜的光景 社会上充满了各样的疾病 充满了不人意的事情 充满了许多不法的事情 但是 上帝在旧约的时候 透过先知 曾经预告 曾经预言 将来 有一位弥赛亚 有一位救世主要来 要带领他们脱离苦海 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要带领他们脱离苦海 虽然 他们老是背逆上帝 虽然他们老是不听上帝的话 但是上帝对他的爱 仍然不离不弃 只是在这中间 上帝允许他们 落入管教的里面 所以在他们的历史 在他们的文化的传承里面 上帝为他们留下一份很宝贵的资产 是他们 以色列人民所共同的记忆 所共同的盼望 就是有一天 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这位弥赛亚照着上帝的应许 他的身份就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医病 他赶鬼 他传天国的福音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 这么有能力 这么有怜悯心 这么有权柄 有一些人就猜想 哎呀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有一些人也猜想 哎呀耶稣是不是就是以利亚 耶稣是不是就是施喜福 约翰 耶稣是不是就是哪一位先知已经复活了 巴迪迈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 他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听说 他没有像门徒一样 他没有跟耶稣一起生活过 他没有听过耶稣的任何教导 他没有看过耶稣行很多的神迹 但是他有一个单纯的心 他相信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 因为上帝守约 所以上帝应许要赐下一位弥赛亚 上帝就一定会赐下一位弥赛亚 耶稣他很有能力 有怜悯心 他的名字又是救主 耶稣一定是弥赛亚 所以呢上帝又是一位慈爱的神 不是高高在上 不是不回应人任何的祈求 不回应人痛苦的神 不回应人需要的神 所以当他听见 拿撒勒的耶稣来的时候 他相信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 他相信就是弥赛亚耶稣来了 所以他就很热切的很迫切的 他在那边向大卫的子孙耶稣求救 这样的一个祷告 是认识神性情的一个祷告 这样的祷告是一个认识神属性的一个祷告 当他把自己的需要跟耶稣来 就是要救人脱离苦海 耶稣来就是要救人脱离痛苦 当他把他的需要跟耶稣来的目的 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就不可能不回应这个祷告 上帝就不可能不回应这个祷告 因为上帝是守约定的神 既然我应许了要救人脱离苦海 当你需要我救你脱离苦海的时候 我不能不回应你的祷告 因为我是守约的神 我是信实的神 我从不说谎 所以耶稣就站住 说叫过他来 上帝的本性 因着这样的祷告 他就站住 他就预备倾听这个祷告 他就留心听这个祷告 他就回应这个祷告 如果我们认识神 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向神祷告神 也不可能不回应 第二个 我们要认识 上帝喜欢人 对他有信心 我们来看 最后一节 五十二节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 立刻看见了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你的信救了你了 他的文法 是现在完成的事 在希腊文的原文 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求救的时候 当你对神有信心 发出祷告 发出求救的时候 立刻 得到回应 立刻 得到医治 可能你的症状还在 可能你的疾病还在 可能你的问题还在 但是 耶稣 已经答应了 你信心的祷告 耶稣 已经答应了你信心的祷告 这个症状只是表象 有一天他一定会消失 巴迪迈 当他向耶稣求救的时候 当他向耶稣求救的时候 他是有信心的求救 有信心的求救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求救 正确的信心是一个 认识神 他是怎样一位神的信心 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是一个守约斯慈爱的神 他也是一个 他会守住他应许的神 但是 这是一个先觉的条件 但是 有信心就一定一帆风顺吗 你有信心的时候 事实立刻改变 环境立刻改变 疾病的症状立刻消失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的经验 我曾经为我的环境 祷告了十几年 上帝没有改变 对不对 甚至有的人 曾经为他的疾病 祷告了很多年 还没有得医治 那个症状还没有消失 应该讲已经得医治 但是症状还没有消失 如果你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信心有时候跟事实 不一定一样 信心 当你 全心全意的 依赖神 想要全心全意的 依赖神 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 你的信心 可能会受到拦阻 有人会好意 哎呀 你的病最好去看看医生 哎呀 你的病最好去吃吃什么东西 哎呀算了啦 不要再祷告了啦 你都祷告了一年了 病都还没有好 你都祷告了两年了 病都还没有 症状都还没有消失 算了啦 去看医生比较快啦 对不对 你的信心 常常会有人 来拦阻你的信心 仇敌 打蛋 常常在我们的里面 会放下一些 让我们怀疑神的话 所以 有了信心 不见得一帆风顺 我们还需要 对别人的拦阻 对一些情况 很坚决的说 No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我不想 不接受你的 我相信我的神 一定 可以来帮助我 所以呢 八迪买就是这样 第四十八节 有很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做生的时候 他越发大声的喊叫 越发大声的喊叫 这个原文 大声的喊叫 叫做刺耳的尖叫 他越发叫的更大声 更刺耳 他用尽他的权力 他发出 没有绝望的 那那种喊叫是 好像是没有绝望 从内心深处的 本能的一种大喊 别人制止他 眼看着耶稣 可能快要走过去了 对不对 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他听脚不深嘛 可能耶稣都快要走过去了 我再不叫没有机会了 他越发大声喊叫 你们拦阻没有用 耶稣我遇到耶稣 就一定可以改命运 我遇到耶稣 我的疾病一定会好 我不理睬你们 我不管你们怎么骂我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眼光看我 这个都不重要 耶稣听到比较重要 所以他叫的更大声 耶稣回应更重要 他喊的更大声 这种勇敢的 这种的很坚定的 一定要遇见耶稣 一定要耶稣听见 一定要耶稣有回应 这种持续的 这种坚持的祷告 叫做有信心的表现 对不对 你有信心你才会坚持 你如果不相信 上帝会医治你 你干嘛 对不对 你干嘛还继续喊 你干嘛还继续祷告 耶稣都不听你了 你还喊什么 对不对 他相信耶稣一定会 只要耶稣听得到 我一定有希望 只要耶稣听得到 他有能力一定可以医治我 所以他就继续喊 拼命喊 要喊到耶稣听到为止 他拒绝接受制止 他拒绝接受别人的郎主 他拒绝撒旦的谎言 他拒绝 一切他所看到的事实 眼睛看到的事实 他相信 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就是祷告 蒙应允很重要的 第三个 祷告蒙应允 第三个 耶稣说 耶稣听到他的喊叫 就站住 然后说叫他过来 哇 别人告诉他 瞎子好高兴喔 丢下衣服 就赶快跑到耶稣那里去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问他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如果有人要你帮助 要你为 要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看的 耶稣 耶稣眼睛很明亮啊 他看到瞎子啊 这个瞎眼的人啊 对不对 耶稣为什么还多指问 要我为你做什么 当然是有需要才会找你啊 耶稣还问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这个我要能看见 原文用的语气 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 我要能看见 非常强烈 渴望要看见的语气 我非常的渴望要看见 我非常的渴望要看见 我一定要看见 这样子的一个明确 这样子一个强烈的祷告 求耶稣你实现你的应许 耶稣你来的 你不是说 神的灵高你吗 你来的目的是要叫怎么样 被辱的得释放 被求的出煎熬 瞎子的看见吗 这是你的应许耶 我要能看见 请你实现你的应许 对不对 所以 祷告有强烈的意愿的时候 也是合乎神的心欲 神乐意给人恩典 但是人常常不知道要什么 或许你知道你要什么 但是 有没有得到 不在意 上帝为什么要给你 上帝不需要给不在意的人 给了你你也不会感恩 给了你你也没有感觉 但是 当你从内心深处 涌流 向上帝一种 对神那种 热切的渴望的时候 会触动上帝的心弦 当你对上帝有这样热切的渴望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触动上帝的心弦 我从去年开始 我的脸 长湿疹很严重 他就此好此坏 我看了三个医生 还都名医喔 有一个是绒肿退下来的皮肤科主任 很有名的 我去看他 他就给我擦擦药 他的药呢 好像 好了一下子 又起来 好了一下子又起来 第一次擦药有效 第二次擦药就没效 好了又起来 好了又起来 我就再去换 我就换一个皮肤科的医生 然后他就说 我的药一定有效 我跟他说 我看过别的医生没有效 他说我的药一定有效 你擦擦看 结果我擦 很没有效 我就是跑去看第三个医生 我曾经带我妈妈去看过的 也是很有名的 那个医生呢 他的门诊 哇 每天都门停弱势的 所以我就跑去看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看完了以后 就给我吃药 然后他就跟我说 又擦药又吃药 他说 这个是免疫系统下降的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一张单子说 脂肉性皮肤炎 然后我看那张说明书说 这个病不会好 是慢性的 然后常常发作不会好 哇我一看不得了了 我就赶快上网去查 怎么查都 我的症状也不像啊 可是真的他就不好 他就吃了药擦了药 他就好 好了以后又开始 药吃完了以后 过几天他又开始了 所以我的脸常常是 这里一坨那里一坨红红的 非常的困扰 而且很痒 他很不舒服 然后那一阵子 我除了皮肤过敏 我的眼睛也过敏 因为我一直有过敏 我皮肤眼睛也过敏 然后眼睛一过敏的时候 就眼泪 眼睛痒得要命 然后就泪流不止 然后不能吹风 我只要一流眼泪 然后眼泪就像绝了蹄一样的 然后我擦到这个整个眼角都 红红的 都要破掉了 然后当我再次护发的时候 我以前是有祷告 但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因为想说有药叉嘛 对不对 然后祷告也没好嘛 所以专心擦药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不对了 我觉得这么久了 我已经这么久了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就想到巴迪买的故事 我就自己 关到楼上的房间 我就在那边大声的跟神喊 上帝啊 你是守约师慈爱的上帝 上帝啊 你不是说 耶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 就是要单单我们的软弱 就是要代替我们的疾病 以赛亚书的 然后彼得前书也讲 耶稣说 他受的刑法我们得医治 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 我就开始很迫切的祷告 我相信耶稣啊 我相信你可以医治 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年 上帝让我看见 那个天生是瘸腿的 没有肌肉功能的 没有肌肉都萎缩了 没有任何功能的 都可以得医治 死人都可以复活 耶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 他今天仍然可以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你可以做这个事 我相信 我相信连医生都说没有办法 医生说你这个病 就常常会发作 没有办法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在吃药 而且我说 上帝啊最重要的是 我在传讲你是医治者 而我呢整天都 身上都有毛病 别人都眼睛看到的就是 我身上就有毛病 那我传讲你是医治者 根本一点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就大声的跟上帝祷告 我就学习巴迪买 上帝啊你是守约师慈爱的 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相信你有能力 我相信你有怜悯 我相信你肯医治我 就拼命的跟神喊叫 很奇妙 当我拼命的跟神喊叫以后 我还是有擦药 但是我没有吃药 原先我擦药 根本不管用的 我一直擦 然后那个 那个你知道那个湿疹会 就好像结痂一样 它会一坨一坨 然后皮就开始硬起来 然后就一层结痂一样 非常不舒服 然后我的嘴唇 就开始整个嘴唇 就上嘴唇全部都是 可是很奇妙 当我这样子 跟上帝呼喊两天 跟上帝说 我要得医治 我要得医治 很奇妙 我的整个眼睛的流眼泪 突然自止了 突然停止了 眼睛突然不痒了 然后我这个结痂就开始 两三天整个都好了 大朋友可以为我做见证 他看到我脸一坨一坨的 他也看到我好了 我不是吃药好的 我真的是祷告好的 已经三个多礼拜了 我真的是祷告好的 虽然中间偶尔眼睛会痒 我每次都宣告 我相信主你已经医治了 症状还在 那个是假象 你已经医治了 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 你认识神 祂是受约施慈爱的 你相信祂圣经上所说的 应许所说的话 然后你很明确的知道 你要得医治 上帝会推进你的祷告 第二个 我们从这里学习 抓住机会 来到神的面前 巴迪买很聪明 他因为渴望得医治 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就紧紧的抓住 他不让他溜掉 巴迪买真的抓住了机会 因为耶稣 耶稣是上十字架以前 耶稣在耶利哥 最后醒了一件神迹 你看圣经上路加福音记载 这里也记载耶稣 离开耶路哥的时候 他是坐在路旁讨饭 耶稣离开耶路 耶利哥要去哪里 他要到耶路撒冷 他要上十字架 所以这是耶稣在耶利哥 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当然不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前 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耶稣上十字架以前 还继续行了一个神迹 你知道是什么吗 有没有印象 受难节的时候 有没有读圣经 彼得耶稣要 要抓到大祭司院子去审判的时候 有没有 彼得把一个 那个大祭司的 那个死女的耳朵消掉了 耶稣把他医治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最后一个神迹 但是是出耶利哥的时候 最 在耶利哥成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如果巴迪迈不抓住机会 你觉得他命运还会改变吗 有可能 但是很难 为什么 因为耶稣永远 不再出现在耶利哥 他可能只能等什么 等耶稣的门徒来 等彼得约翰来 等死 等那个保罗来 对不对 来遇见他们的时候 或许还有机会 我们不知道 他确实抓住了机会 机会不是常常有 机会不是常常有 机会遭纵即逝 愿意不愿意把握机会 只是在一念之间 如果巴迪迈他听过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他一点都不在意 他一点都不为所动 那么 这个机会 对他来讲 他如果觉得他的命运 也不需要改变 讨饭就讨饭吧 反正一辈子就这样子 就算了吧 对不对 如果他也不想改变命运的话 告诉你 机会对他来讲 只是一个什么 好吵喔 这一群人 一面走一面讲话 总是吵吵闹闹的 然后走路的时候 扬起飞尘 还搞得他蛮 土头土脸的对不对 满头灰对不对 机会对他来讲 可能 对他来讲 可能还觉得讨厌 但是 他抓住机会 耶稣听到了巴迪迈的呼求 马上站住 其实神一直等在那里 他要把更大的福分 赏赐给那些小的寻求他的人 给神机会 就是把握机会 现在就是机会 对不对 圣经上讲 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 现在就是机会 你现在来到耶稣的面前 就是给耶稣机会 给他来祝福你 对不对 每天 灵修的时间就是机会 是上帝跟你讲话的机会 是上帝告诉你他的心意 他做事的法则的机会 每一次参加主日的聚会 参加小组的聚会 都是机会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同心合一 在这里寻求神 渴慕神的时候 上帝就在这里 当上帝在这里的时候 就会有神迹歧视 只要上帝出现的时候 人对他有信心 一定会有神迹歧视发生 所以 我们要不要随时随地 把握住机会 让上帝来向 使恩让上帝祝福你 第三个 学习巴迪买 做 智慧的选择 做聪明的选择 耶稣听到巴迪买呼叫 就停下来 所叫过他来 耶稣要医治他 干嘛 不自己来到巴迪买的面前 还叫巴迪买来 巴迪买是瞎子耶 他要到耶稣的面前 不简单对不对 眼睛看不见啊 走哪一条路 他只能凭着耳朵 耶稣可能在前面 耶稣可能在左边 耶稣可能在右边 他看不见啊 但是耶稣说 叫过他来 然后巴迪买就怎样 除非有人扶着他 不然 他只能怎样摸索的前进 这样要浪费多少时间啊 耶稣好人就做到底嘛 对不对 好心好人就做到底嘛 还要叫巴迪买过来 可是当巴迪买 圣经没有记载 耶稣为什么要叫他自己过来 而没有主动的过去 圣经上记载很多地方 都是耶稣主动去哦 耶稣到格拉生人的地方 对不对 从海的另外一头 坐车到海的这一边 到格拉生人的地方去赶鬼 赶完的鬼又回去 对不对 耶稣有时候会主动去 帮助人的需要啊 但是在这里 耶稣明明知道他有需要 却没有主动过去 却等巴迪买过来 圣经没有明说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里记载的巴迪买 一听到耶稣叫他过去 好高兴哦 好兴奋哦 衣服一丢 跳起来就走过去了 这个衣服对他来讲很重要 这个衣服原文叫做外衣 穷人的外衣 在立位记那里有记载 穷人的外衣 常常是怎样 做棉被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 时代比较穷苦嘛 穷人的外衣呢 他们是晚上白天做外衣 晚上预寒 晚上拿来当做棉被盖的 巴迪买 当听到很兴奋的听到耶稣叫他的时候 他顾不得 因为外衣可能对他来讲会阻碍他嘛 走路嘛 他外衣一丢 他顾不得这个 这个对他来讲很有价值的 可能就是他的家当耶 对不对 可能就是他的命根子耶 他顾不得这些衣服一丢 他就走 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他觉得到耶稣的面前 比这个外衣还有价值 他选择那个更有价值的 得到了耶稣 剩下的事情就容易解决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做选择 两个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来做选择 哪一个对你更有价值 你会选择那一个 巴迪买他觉得到耶稣的面前 会改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比外衣更有价值 所以他选择 他选择 他选择这个最高价值的 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这个就是 有心人他就做智慧的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 我们常常有借口 哎呦我没有时间 对不对 读圣经 好忙喔 今天好忙喔 没有时间 真的很忙 有时候真的很忙 有时候我真的自己觉得 自己也很忙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会有很多的借口 我要带一个朋友 信耶稣 他跟我说很好很好 可是 礼拜天都要做礼拜 哎呦我太忙了 没有空 没有心都有很多的借口 但是当你有心的时候 你就会抽出时间 当你有心的时候 没有任何事可以拦住你 对不对 属灵的事也是一样 对不对 当我们渴望神的祝福 当我们想要 覆摸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得到神的恩惠的时候 有很多事物拦住你的时候 哪一个比较重要 神的祝福比较重要呢 神的灵在比较重要呢 哎呀今天不来没关系 今天的机会 失去了今天的机会 下个礼拜还有机会 不见得 我有一个姊妹 她信耶稣 她们全家信耶稣 是因为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 那个时候 那个是肝癌末期吧 住在医院 然后腹部积水非常的严重 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然后她的先生以前 是那个军人 那个十几岁的时候 头笔从容的 然后跟着部队来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 孤单的一个人 然后她的家人都在大陆 所以她孤孤单单的 那她的一个长官 看她每天这样子很孤单 然后又年轻 然后又好像没有亲人在旁边 所以心情常常不好 那个基督徒的长官 就带她去教会 她就信了耶稣 可是当她结婚了以后 她就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了 因为太忙了 因为有家庭了 因为很多的原因 她就没有去过教会 那么当她在临终以前 得了肝癌 住在家妇 住在医院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一个姊妹 她的姐夫也住院 就住在她的隔壁床 她就去看她姐夫 为她姐夫祷告 当我那个姊妹走了以后 我们那个弟兄 她就告诉她隔壁床的那个说 刚刚来为你 为你爸爸祷告的是谁啊 就问她的孩子 她说那是我阿姨啊 她说你可以不可以 叫她下次来的时候 也为我祷告 可不可以请她也为我祷告 她说好 然后她就去联络她的阿姨说 我爸爸隔壁床的 有一个人她很希望你来为她祷告 所以我们那个姊妹 就特地去为她祷告 特地去 然后就问她 然后说你们信耶稣 她说我以前有信过 现在都没有 她说那你 你都没有去教会 你要认罪悔改 所以她就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完了以后 我们那个姊妹就为她祷告 当我们姊妹为她祷告的时候 她的儿子在旁边 她的儿子二十几岁 大人了不是小孩 在旁边看到 当我们姊妹为她祷告的时候 有一道光就照进她爸爸的身上 然后她爸爸就开始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开始非常喜乐的一直笑 一直笑 那她爸爸本来因为肝癌末期 没有办法排便 所以当那个姊妹为她祷告完了以后 她非常喜乐一直笑 然后她不能排便的事情 就开始很顺利了 然后虽然上帝没有医治她 把她接走了 但是她经历了上帝 她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 她的太太 她的儿子跟女儿 没有信耶稣的 可是一看到这样子的一幕 他们两个 他们开始也走进教会 现在也都非常稳定的在教会生活 她抓住机会了 当她看到旁隔壁床 有人在祷告的时候 那个祷告 隔壁床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她很渴望很渴望 她就抓住这个机会 她很渴望别人为她祷告 她就抓住这个机会 结果她就得救了 所以 机会稍纵即逝 所以 选择 选择 选择有价值的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放下其他的 另外 巴迪迈 他还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巴迪迈的 眼睛得医治了 她的命运就改变了吗 你觉得巴迪迈眼睛看见了 命运就会改变吗 可能改变也可能没有改变 对不对 人生总会有很多的挫折 总会有很多的苦难 总会有很多的不顺利 巴迪迈眼睛得医治了 她还可以继续讨饭吗 不行吧 不好吧 她就是不要过着讨饭的生活 来得医治吧 对不对 那她眼睛得看见了 她总要去找个工作吧 可能一辈子没有看过光 也可能一阵子眼睛瞎了 或许不知道圣经没有特别著名 她不知道是生来是瞎眼的呢 还是后天的 总是有一段时间 她眼睛瞎了 她没有办法学医技之长 她没有办法工作 对不对 现在眼睛得看见了 她如果要去工作 她能做什么 纵使有一个工作好了 她的人生难道就永远一帆崩顺吗 就不会有挫折 就不会再有灾难临到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眼明的人 你的人生有苦难吗 你的人生很顺利吗 没有让你遇到心烦的事 没有让你遇到担心的事 没有让你遇到需要求救的时候吗 大概都有对不对 巴迪迈 她很聪明 她知道她要改变命运只有一个方法 一路跟随上帝 一路跟随耶稣 我的命运才真的改变 我的瞎眼得到改变 不是完全得到改变 我将来还会有生病 我将来还会遇到不好的环境 我将来可能还是会遇到有灾难 但是当我一路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可以帮助我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你看52节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但是巴迪迈没有救去了 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也是讲到巴迪迈的故事 他那里讲得更清楚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与神 一路归荣耀与神 中文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 翻译作 一路跟随一路赞美 耶稣医治他好了 以后他没有马上离开 他在路上就跟随耶稣 而且一路上跟随耶稣 一路上赞美耶稣 一路上跟随耶稣 一路上赞美耶稣代表什么 代表当他一路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可能有需要 他可能有苦难 他可能有挫折 可是他一路跟随的时候 他就一路蒙受恩典 他一路跟随的时候 他就一路经历神迹 他一路跟随的时候 他就一路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他从心里 不由自主的发出感恩 他由心里 不由自主的发生赞美 这个是不是 你的生活写照 当我一路跟随神的时候 我就可以一路经历恩典 一路经历神迹奇事 我就可以发生赞美 对不对 我就可以扬生赞美 上帝啊你真好 上帝啊你真好 你有怜悯心肠 你听我的祷告 你解决我的困难 你成为我的力量 你成为我喜乐的泉源 你成为我的帮助 对不对 巴迪迈 他做了一个最聪明的选择 耶稣叫他走的时候 他没有走 他一路跟随耶稣到底 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这个就是你我所要过的人生 最后我要讲一个 叶敏翰的故事 叶敏翰的见证 叶敏翰他现在是一个牧师 他妈妈在怀他的期间 家里发生的不幸 他三岁的哥哥一岁的姐姐 相继的得病死掉了 他的母亲呢 在要生产他以前呢 也因为生重病 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 住在马歼医院 然后在住院的期间 把他生下来 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父母按照传统的习俗 就去把他的八字 拿给算命先生排 结果是命底刚硬 会克父克母克兄克弟克妻克子 是标准的克心 他母亲生下他了以后 又生下了两个弟弟 两个妹妹 可是两个弟弟 两个妹妹都活不过两岁 都死了 然后在他十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得了胃癌 然后生病在床 然后躺在床上五年 把家里所有的积蓄 全部都花光了 那么留下了他还有妈妈又生了两个妹妹 还有一个在婴儿的那个弟弟 家里的患难不断 亲戚朋友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 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 八字就是说他是克家人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 哦原来我是克星 他身为长子 他爸爸十五岁的时候他过世 他就需要负起养家的责任 所以他就白天去做工 他晚上去上学 他的担子很沉重 每天要为生活奔波 然后他又看到他的同年龄的孩子 过着一个那些青少年 都过着一个欢乐的日子 他的心里就更加的不平衡 他觉得上天啊 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上天啊 他爸爸妈妈是信主的 是基督教的家庭 但是他偶尔去教会 他觉得上帝啊 你不是一个慈爱的神 你对我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我的人生命运这么悲惨 所以他就开始想到他人生的问题 他想要 让他的这个残酷的命运 能够得到解脱 他要跳脱这个残酷的命运 所以他就开始很认真的研究命理 到处去拜师学艺 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里面 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陆来的 一个算命师 把他所学的那一套 那个命理的原理全部都交给他 然后呢 他学了这个命理的原理呢 他就到处去逢人就算 因为他想要练习啊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业余的算命师 而且还小有名气的业余的算命师 他很积极的 他想要改变他克星的命运 他很积极的想要改变 改造自己的命运能够突破 就在这时候 他很积极的改运 到处去替人算命的时候 有名气的时候 突然他发现 他身上得了一个病 那个时候大概是20出头 20岁 他发现他得了病 竟然跟他爸爸的病 情一模一样 哇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他就开始在想办法 要用他的所学习的命理 来改他的命 看看可以不可以免于一死 结果 他发现 他研究的这些命理 没有办法 改变他的命 所以 那个时候他就准备自杀 他就积极的开始 他要着手准备自杀 就开始计划 那么 当他要自杀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我父母小时候告诉我 小时候告诉我 要敬拜上帝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开口祷告 我父母所相信的 所敬拜的那位上帝啊 如果你是真的 如果你是真的 请你来向我显现 不然我现在 就要自杀了 我无怨无悔 结束我的生命 我也无怨无悔 当他开口祷告 他说他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一道光照射他 然后有声音告诉他 回教会吧 回教会吧 上帝听他的祷告 向他显现 他就开始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到教会去聚会 很认真的服事 那么有一天 上帝呼召他去读神学院 一生来服事主 然后他接受上帝的呼召 当他跟上帝说 我愿意 一生来服事你的时候 上帝把他的胃癌医治了 医治了他的疾病 然后上帝为他预备了学费 上帝 四年读书的学费 上帝为他预备了 他父母亲 弟弟妹妹所需要的生活费 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上帝给他一个美满 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结婚四十多年 上帝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两个孩子还有孙子 他从一个标准的克星 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他到处宣扬福音 他到处帮助别人 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巴迪迈 因为求告耶稣 他的命运改变了 因为抓住机会 因为他做最聪明的选择 他的命运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圣经上记录许多蒙恩的人 许多命运改变的人 他们都是懂得抓住机会 懂得选择 那个最好的 像拉荷 像路德 对不对 像换血肉的妇人 许许多多圣经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因着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的命运被改变了 今天 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 上帝也改变了你的命运 你知道吗 上帝说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他就把你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你已经活在 神爱子的国度的里面 你已经 站在神恩典的应许上面 你已经进入神应许的国度的里面 应许的领域里面 你知道吗 上帝救你的时候 你已经脱离了魔鬼的挟制 你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 你的命运是可以得到改变的 你可以一路跟随主 上帝要与你同行 上帝要成为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有一首诗歌 他告诉我们 主你的神迹何其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虽然我看见的是不可能的事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每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 我无助的时候 每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无助的时候 你要想到神的应许 你要想到神的慈爱 你要想到神的信实 你要靠着神的信实为良 你要想到这一首诗歌 主你的能力何伟大 没有任何的限制 纵使有不可能的现实 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好不好 我们一起低头